今天高雄政見發表會 李梅珍先發 先來講 但是很奇怪 你到底要選哪裡 李梅珍怎麼一直把高雄 講成台中呢 這有點 基本公司沒做好 詩琪 我剛剛看到這個 傻眼了是不是 完全傻眼 因為他顯然 可能是太緊張 我善意的解讀 我覺得他可能是太緊張 可是因為他 參選也蠻長一段時間 一個多月的時間了 他難道不知道 自己在選高雄市長嗎 還是他最近回應林佳龍 回應得太多了 還是他對盧秀燕有意見 有可能 還是因為盧秀燕到現在 都沒有去幫他站台 有可能 還在Cue他嗎 對 再Cue他一周 我不知道他是怎樣 快來了 盧秀燕快來了 Cue一下就來了 有可能是因為有點緊張 可是因為那個是 回答人家的問題 那你這樣子的呈現 你就會讓人覺得 你是不是對高雄 有點心不在焉 是不是誠意不夠 然後搞不清楚 自己現在在 在做什麼事情 在競選哪一個職務 這些都是負面的 所以我覺得 某種程度 李梅貞有一點弱到 我不太忍心苛責他了 因為他從參選到現在為止 沒有一件事情是加分的 每一件事情 他都不斷的在扣分 論文事件也是 他婆婆的發言也是 他上雅虎的小學堂也是 每一件事情 他都有辦法出包 結果現在最重要的證件發表會 他甚至在證件發表會之前 還取消了 就是還排比較多的空檔 是在家準備 演練 對 那如果 怎麼會練成這樣呢 對 你在家準備演練 還練成這個樣子 我會覺得 哇 那真的是連基本功都沒辦法 所以怎麼辦 還有兩個禮拜的時間 的確對他來說是 對高雄市民來說是煎熬 對他來說可能煎熬更大 更辛苦一點 所以你還是就順順的 平平淡淡的走完這一趟旅程 也算你人生的一次難得 難能可貴的經驗 這樣子也就好了 安全下莊最重要 不要再出醜了 剛剛立刻就有這個直播 有很多網友 就也是有一些批評指教 什麼別再說高雄 你又是補選嗎 還是台中 還是怎麼每個人都針對 什麼是台中的稱見嗎 還說是超錯了嗎 還有人說 有點笨 影音機壞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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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後就有點傻眼 是要選台中市長嗎 最後沒有林家榮欺負他 林家榮欺負了沒真多久 他一直講你台中 我們可能要把那個 兩年前盧秀燕的證件 拿出來看一下 搞不好會是一樣的 超錯了 就跟他論文一樣 所以我們要去 不是 我是覺得口誤是難免的 因為我覺得市長 當然成績上是比議員的level 是高很多 而且他面臨的 這整個的面面相向也比較多 口誤是難免 如果你要越級打怪的話 你就要必有 必須要有這樣的勘戰 你才可以去打怪 我覺得他進步當中 對不對 因為你在前面講 前面可能有一些論文風波 或其他 你說他的 這問我都答不到一題出來 那今天我覺得他有的 也有些東西還是有備而來 其實你每次講成台中 為什麼會講成台中 很簡單嗎 他緊張 他沒有看過那麼大的場面 他壓不住場面 我們也不用去摔人家說 證件發表會還好 沒有很多人 又不是那種很多人 又不是變論 那鏡頭出去是幾百萬人在看 鏡頭出去七百萬 你確定有那麼多嗎 直播就那麼多人在寫 你之前拍個MV那麼多人在看 你都可以這樣唱歌了 我就不相信證件發表會 你沒有看 他不可能稿子寫成台中 然後他也不可能覺得自己 所以他一定是緊張 那剛剛講的 場面沒有很大 證件發表會我們都去過 就是前面是三台或四台的機器 下面會有應援團 然後每個陣營可以發二十張的座位標 所以大概是六七十個人坐下面 那你這樣子會緊張 就表示李梅珍壓不住場面 這已經不是越級打怪的問題 那可是為什麼 那要回到問題的最源頭 為什麼國民黨要迷信 挑一個相對年輕的女生出來 以為用這樣的形象 就可以騙到年輕人選票 可在選舉的過程中 不斷地被檢視 不斷被檢視發現 他根本就是一個拿不上檯面的人 這是對李梅珍來說是最殘酷的 你要想想看李梅珍 假設沒有躺這個渾水的話 他未來搞不好是副議長 他議員大概下次也不會有什麼問題 左南區立委搞不好都有機會挑戰 可是問題是他這次出來選舉 繞了一大圈後 你左南區立委一定不用想 沒有個政黨會去提名一個論文抄襲 而且立委是一對一 不可能這樣 那議員這次被看破手腳 搞不好連議員下次都沒有了 所以我認為國民黨最近一直瀰漫 一個氣息在吵短線的感覺 他是覺得說我知道高雄必敗 可我推一個年輕的女生 至少穩住基本盤 看可不可以加減拉些年輕票 那不如那時候停邵廷兄就好了 停黃邵廷 至少絕對不會講錯話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的整個策略 都有大問題 那江啟臣不能置身事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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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